到四点十分 有火车进站 不是他们等的那一班 是从南京来的 其实富同文和沈西都有心理准备 火车历来都是晚点 他们今日早做了要等到日落的准备 富同文望着站台上下车的旅客散了 车停到铁轨尽头 等明日返回南京 刚通火车时 还没人敢走夜路 都以为夜间行车 要惊扰山神水怪会有车祸 富同文一说过去 沈西就像个旁观的孩子 有许多问题排队等在心里 等着被问出来 你来上海时也是坐火车吗 富同文轻声对他笑 低声说 我是自作主张理经的 不能乘火车 怕被人发现了带回去 沈西惊讶 那四爷 谭先生不是总说 四爷和他一道出国的吗 富家两个儿子都跑了 怕是会大乱吧 怎么让他们得逞的 沈西满腹疑问 寻常日子 沈西不愿和他聊富同串 怕勾起他的伤心往事 还有一层微妙的心里是 他和富同串的牌位败过天地 每每提起来 总能记得那牌位上 富同串三个字 听说那字是富同文亲自写下来 刻上去的 想问 关于同串的什么 富同文含笑反问 想问 他是怎么和你一起逃离富家的 他 在我之后 富同文记起过往 嘴边挂了笑 我走后 父亲看管他更严了 那时恰逢老人家 想娶个风尘女子 为讨对方欢心 还在广河楼旁的天瑞居 摆了酒宴 同串借着这个由头 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 公开宣布 不承认这个来自八大胡同的 女人进富家 登出来不说 还把那报纸买了上千份 传得满京城都是 于是就被赶出了家门 不过三日 父亲回过味来 人却再寻不回了 富同串胡闹起来 可不比他这个三哥差 他不晓得我在上海公寓的地址 又不敢去公馆 于是只好顾几个人 在码头日夜守着 富同文继续道 我在公寓里等传奇 他在小旅店里住着 守株待兔 他是少爷的身子 可惜逃出来时 没带多少钱 只好去住小旅店 吃了不少的苦 富同串 虽生母地位不高 但在富家也从未吃过苦 何曾住过那等地方 那时的小旅店是鱼龙混杂的地方 夜里头左右房间里是打牌的打牌 抽大烟的抽大烟 还有下等妓女在门外头笑 几个女孩子环抱着双臂 在一溜房间溜达着 唱着小调 只等着哪位光着膀子的爷们 拉进去做个一夜夫妻 富同串夜里 难安眠 被不知什么东西 咬得身上一块块的红 骚痒无用 去质问旅店老板 为何房里会有咬人的虫子 老板和伙计 嘲笑他见识短 告诉这位小少爷 那咬人的虫子叫跳蚤 是旅馆里最常见的 富同串被人取笑到 少爷脾气上来 自己央伙计烧了滚烫的水 烫洗床单 还想要晒被子 结果小旅店窗外 临着破败的弄堂 墙根下惊年累月 被人尿得骚气熏天 别说晒被子 推了窗 就把隔夜的饭都吐出来了 富同文说到这里 笑出了声 等再见了我 我险些没认出他来 烹头垢面 脸色灰白 身上还有跳蚤 花了不少的钱疏通 才让洋人把他放上了船 单开了一间房 二十天后 身上总算是干净了 只是头发全剔了 中日戴着帽子 不肯摘下来 成了游轮一景 富同文想要在今日 在这个火车站台上 在夕阳下 把往事都说尽 带来给我看过两回 同创回国后 再和那个女孩子通信 婚期也商量着定了 因为我家里不太接纳花侨 也算是私定终身 富同文手指 粘沈溪脖子里的珍珠项链 一颗颗小指甲盖大小的珠子 有浅粉的光泽 后来 那女孩子送来一副晚帘 华侨家庭 女孩子没学过古文学 挑了现成的句子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 结不见 灵堂上的晚帘 都是歌功颂德者居多 为攀附傅家 有莲雨精妙的 有荡气回肠的 有催人泪下的 唯独这一副 向应付差事 哪里有超句诗词 就送来的道理 独有富同文 替同串看懂了 灵堂里的晚帘 被搬出去焚烧时 她亲手把那副取下来 放在同串的怀里 这悲欢哀怨 傅同文竟和一个 不相熟的女孩子 有了共鸣 人生过半 将之不惑 她这个老男人的心 硬得很 寻常人很难再触到了 可那日 顾一人的事 还是穿心刺肺 终其一生 报效家国 相似的话 同串说过 同林也说过 都没落得 什么好下场 火车在铁轨尽头 天地一线处 直行而来 一声汽笛鸣叫 滑破长空 三爷 是这个了 私人租用的火车上 有特殊的信号旗 很好认 傅同文和沈西 立刻上了站台 此时 前一班车次的旅客 早离了站 今日从上海驶出的车 也都在上午出去了 站内外 都没有了闲杂人 整幕正颤着 车早早减了速 缓慢地 借着刹车后的鱼力 滑入站内 直照在眼皮上的日光 被挡了去 傅同文还没等车停稳 已经握住门边的金属扶手 登上了车 沈西追上他 私人包下的火车 一节车头 两节车厢 在第一节车厢里的人 都没见过傅同文 忽然见个先生闯入 手都按在枪柄上 到有人叫三爷 大伙才安下了心 一路防备着到上海 总算是见到主顾了 人如何了 傅同文向前走着 不看过道两旁的人 只问第二节车厢门外的人 说不上太好 那人躬身 低声说 昨日夜里烧起来 人眼下是糊涂着的 有医生跟着吗 沈西插入一问 没有 没有医生敢接 没有人敢接 沈西决出不妥 让我去看看 面前这个不是医护人员 多说无用 傅同文扶她的手臂 把她让到自己身前 让她先进车厢 车厢的窗帘都被拉拢了 是为了遮阳 所有几个年轻女孩子 在摇着扇子 给车厢内通风 还是闷热地 让人窒息 酷暑日长途而来 正常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伤患 沈西拨开一个女孩 见到了躺在硬床上的傅同林 车厢里很安静 沈西缓慢地呼吸着 去摸那熟悉的脸庞 这张脸似乎五官没有变化 可每一处细微的轮廓 都被岁月重新雕琢了 虚弱 沧桑 面色蜡黄的傅同林 嘴唇泯成一条线 烧得糊涂 她的眼珠在眼皮内动了一下 没睁开 沈西摸她的额头 烫得惊人 像身体里裹着的不是五脏六腑 而是烧红的碳 她怀疑是伤口感染 去检查她的腿 是伤在右小腿 裹在纱布下的伤口 溃烂严重 揭开来纱布下 有阵阵恶臭 热气汇聚的车厢 却生生从四面八方 吹来冷风 刺骨地喊 用你的车 我们去医院 沈西不容质疑地 望住傅同文 傅同文立刻吩咐说 赵白 没等旁人动手 他已经抱起昏迷不醒的五地 怀中一个成年男人 抱着重量却没比沈西差多少 受到这种程度 是受了多大的罪 傅同文这一生 抱过三个人 在傅家宅院里 偷他枪自尽的傅同串 为护他杀人后 心里受创的沈西 还有现在的傅同林 这三个 每个都像在为他受了苦 可他纵有一双翻云覆与手 独独保不住他们 傅同文抱小五爷到轿车上 沈西坐上副驾驶坐 路上他频频厚望 最担心傅同文犯心病 中途欠了身子 唠叨丢在后排座椅上的 他的西装上衣 拿了保鲜丸 倒给傅同文 他摇头 端端正正地坐在那 膝上诊着小五爷 轿车载着他和小五爷到医院 已经是六点 守在大门口 接待急诊病人的护士 惊讶着迎上来 沈医生 你今天不是休假吗 段副院长在吗 在 在的 好像是在的 护士被沈西的脸色震慑住了 快去叫副院长来 他随即指挥两个男护士 你们过来和我抬病人 沈西带人出去 从车上抬下小五爷 塞给傅同文一串办公室的钥匙 你在办公室等我 我先检查会诊 我就不管你了 严霸 把在车上拿走的药瓶给了司机 你跟着三爷 有不舒服吃这个 立刻去二楼手术室叫我 大厅灭了灯 走廊里也为了省电 每三盏电灯才留了一盏 沈西和护士推着病床 灯泡的光 一时明一时暗的 把傅同林的脸照得变幻莫测 沈西让人把病人直接推入手术室 连排的三个手术床盖着蓝色布丹 他掀开正中床上的布丹 和护士合力抬傅同林上去 让护士把术前检查都准备上 麻醉医生也要叫来 护士走后 他一个人助力在空荡荡的手术室内 给傅同林消毒伤口 检查报告没出来 段孟和也没来 正是一天结束工作的时间 都各回去安置了 段孟和进来 看了一眼傅同林腿 眉头皱起来 我以为你是小提大作 因为是他的弟弟 他看着沈西写的检查报告 伤口深度惊人 病人家属在吗 在我办公室 让家属做好准备 这种感染 其实他不必说 沈西也知道 他们过去做过的大型手术里 有超过一半的病例 是死于术后感染 伤口感染几乎是全世界 所有外科医生的天敌 手术再成功 也要面对术后感染的 惊人致死率 自我医院里最有名的两个外科医生 沈西和段孟和都很熟悉 这种感染的症状和伤口情况 段孟和有一位同学 就是因为在屡次手术成功后 病患都死于感染 自信心被摧毁后 放弃了外科医生的职业 对病情的束手无策 是对医生最大的折磨 没有一种药品 可以处理这样的情况 完全没有 你先煮刀 我去请几位仁妓的朋友过来 段孟和说 他们外科医新买了一批药物 也许会有新的希望 段孟和这么说 是在安慰沈西 仁妓是他的老东家 平日就联系紧密 若采购了新药 必然会第一时间告诉段孟和 但在上海 那里是外科手术最大的一间西医院 倘若能请来医生会诊 再好不过 半小时后 护士送来各项术前检查报告 沈西沉默地看着报告 过了会儿说 准备手术 他把先前的伤口缝合线拆开 清理感染源 重新缝合处理 里边的肌肉肌腱已经坏死 都在指向急坏的结果 手术结束 正是夕阳夕下 护士替沈西准备了静脉输液 所需的耗材 这是段孟和临走前开的单子 在医院里 只有急症病人才准许进行静脉输液 被准许操作的医生不超过三人 沈西就是其中一个 他在傅同林皮裹着骨的手背上 找着静脉 消毒 穿刺 用药 看着一滴滴的液体 流入傅同林的身体里 祈祷着 这个药能对他有一点点帮助 沈西把那只手小心地放下 竟在这一刻 对自己多年前的选择 有了自我质疑 究竟选择医学研究更好 还是临床救人更重要 当时的他没有找到答案 只是渴望能出现一种高效药物 能够治疗细菌性感染 能救回傅同林 后来 潘尼西林的问世 让他每每想起这一日的小五爷 想到这一日手术台上 使之报国的青年 都是心中隐隐作痛 嫂子 熟悉的声音 震颤着沈西的心 沈西心知他情况不乐观 可还是微笑着 俯下身去轻声说 少说话 好好休息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手术 傅同林褐色的眼睛里 有着疑问 他迟钝着 缓缓转动眼珠 再看他 看墙面 地面 没力气关手术室的全貌 可还是辨认出了这是何处 嫂子是医生了 傅同林笑 嗯 沈西也笑 柔声道 你伤口处理的不好 是你们军医处理的吗 真想替你骂骂他 那个人 小五爷 抿嘴笑着 眼底有着泪 没了 嫂子 嫂子 还是骂我吧 我替他爱 是否 姐姐 优优独播行李宗盛 什么也是 都是警察 我终福 快点 硏 低-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